感觉非常震撼 还是很震 还是很期待 很激动 火箭 火箭起飞的时候呢 然后咕噜咕噜那个响声 震天动地的那种声响 火箭徐徐升空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鑫 现在是北京时间11月12日 凌晨4点45分 今天呢 我们将要前往海南文昌 开启一场追剑之旅 接下来就请跟随我的镜头一起 去体验一下火箭发射的氛围吧 我们从海口出发 经历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 文昌市龙楼镇 我所在的这片沙汤 是文昌火箭发射的最佳观测点之一 那么我身后呢就是今天的主角 天舟5号货运飞船 这是中国空间站形成T字基本 构型后迎来的首个来访飞行器 里面据说除了航天员的个人用品 和工作需要的实验仪器之外 还专门为航天员准备了春节大礼包哦 每当文昌航天发射场有发射任务时 民众会提前数小时前来 占据最佳观测点 其中不乏以多次专程从省外赶来 观看火箭发射的航天爱好者和游客 现在距离火箭发射 还有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小新在现场看到有许多游客 已经在静候火箭的发射了 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在前一晚就到达这里 搭起帐篷等待火箭的发射升空 许多航天爱好者也架起了长枪短炮 准备记录下火箭升空的精彩瞬间 小新在现场找到一位航天爱好者 那么我们来跟他聊一聊吧 你什么时候到达这里 是今天零小新是12点多一点的时候 这是您第几次来到文昌观看 第四次 来现场观看火箭发射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就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特别的震撼 当他起来的时候的那个 而且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晚上的时候 他那个火光 然后过了几秒钟之后那种 震天动地的那种声响 就特别让人震撼 然后一下子就喜欢上这种感觉了 所以后面几次都是特别特意过来看 现在呢 第五次虽然已经知道了 就是他的这个火箭发射的这个一系列的过程 但是还是跟第一次一样的那种 激动的那种心情 期待的心情 当天正值周末假期 亲子家庭众多 家长陪伴孩子便嬉戏便等待火箭发射 现场如节日般热闹 当点火发射时间临近 民众不约而同望向待发中的 长征7号遥溜运载火箭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12日10点03分 长征7号遥溜运载火箭 搭载天州5号货运飞船 点火发射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声浪 火箭徐徐升空 感觉非常震撼 之前的话都是通过直播呀 通过电视上去看 这次的话呢一家五口人过来 然后来到现场的话呢 这种体验是更加真切 然后的话非常激动 刚刚看完火箭发射 小新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 太空快递已经发出 这一次的追剑之旅就到此结束啦 我们下期见